哇我怎么又回来了 怎么又是这个鬼地方呀 奶奶奶奶奶奶奶你是真的奶奶吗 啊我又不是真的奶奶 还是那个家警察奶奶 我肯定又做梦了 这几天怎么老是做个梦啊 怎么办呀我们做了双丑梦了 就是说咱们现在知道自己在做梦啊 可是就是逃不出去啊 不过还有个办法呀 就是说咱们要逃出这个房子 应该就能梦醒了 不过这个家奶奶太凶了 我打不过他呀 还是咱们以前的奶奶比较温柔啊 和蔼可亲而且还搞笑啊 算了咱们先找道具吧 既然要逃出房间 肯定需要钥匙这类东西啊 我们来找一找 哎找了一个把手啊 再打开关 啊我的小兄也在这啊 太好了走了走了 我就是你的奶奶呀 你这个傻子 吓死我了 怎么又遮噩梦了 哎呀总算醒了 哎不对啊 怎么家里还是这样啊 天呐我做了三重梦啊 这梦还能不能醒来了 谁来救救我呀 这东西也没有什么用啊 哎呀 粉奶奶来了 我们躲门后啊 哦 亲眼奶奶好吓人哦 哎呦 粉子你人呢 今天到午节那吃粽子了 吃粽子 我怀疑你下足了 我还是不吃了 再见告辞 还是过来捡道具吧 咱们逃出这个房子要紧啊 有些人讲要梦醒的话 可以从楼上跳来 可是咱们住的是别墅啊 没有楼啊 不过开车也是可以的 咱们把这个车开走啊 等等 这个车怎么是警车啊 啊我忘记了 这个咱们还是警察啊 装备还蛮齐全的嘛 不过货币箱里面没有什么钥匙 这怎么办啊 我们手上的这个是车库门的钥匙啊 呃好吧 先把车库门打开吧 待会用手推也可以啊 what the fuck 这不会是鬼打墙了吧 人门都堵起来了 杀了我吧 臭孙子 你是逃不出我的手掌心的